青铜器最盛行的时代是商朝和周朝 青铜器里第一个品类就是石器 就是加工和存放食物的器皿 特别是鼎 最早就是用来诅咒的 后来就变成了礼器 特别是其中的文士和名文 其实都是用来长久记录历史大事和规章制度的 比如西州的九鼎 就代表九州大地 其重要性是在德而不在重 第二个大的品类是酒器 就是用来喝酒和存酒的 这个在博物馆里种类特别多 很多次今天都很少见到 特别是古代喝酒用的诀 是很多古装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 古代人经常喝酒 喝酒的时候还特别讲究礼仪 就是等级划分 不同等级的人用的酒具要严格区分 这样就有了王爵 以及公 侯 博 子 男等五个爵位 第三个品类就是水器 就是用来盛水的 比如盘子 再一个品类就是乐器 比如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仪编中 现场还能演奏出音乐 再一个品类就是兵器 比如歌就是古代最常见的兵器 我小的时候老师讲了两个字 我今天还记忆忧心 一个就是五字 就是指歌的意思 我今天才明白 五字最早的意思其实不是指歌 是后来演绎出来的 第二个字就是我字 老师告诉我 手拿工具就是人 而我的意思就是一只手握着武器 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所以就有了自我的意识 看来我的本意确实与武器相关 研究这些青铜器的知识 对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很有帮助 感谢观看